大家晚上好 我是童话 欢迎张少汉 让我们大家回到我们的 静言人贝恨 如果分数低的话 那就没有资格坐在那边了 我有希望了 有人可以破我的记录了 我终于偶像 有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移情的刺完那首歌曲 折磨了我大概一个晚上 所以我对这首歌曲已经辽若指掌 OK 唱到哪一句是几分几秒 我都搞得清楚 我告诉你 我觉得好像不在里边 确定吗 完了 听听那个声音 明明刚才就在里面 你想想看 我怎么可能来了 还不在里面 那你敢说你在里面的几号吗 我这里看不到 你们看得到 大家就这么坚信 四号就是张少汉吗 坚信 四号到底会获得多少票呢 四号们请出票 再创历史 再创历史 我的妈呀 我都会听自己的心灵 凌云一直走 十一颗宝石就该闪爽 人都应该有梦 哦哦 都会不会怕脱 淋雨一直走 世道阳光就该暖火 人都应该有梦 哦哦 有梦就别怕脱 一口同声 全印即将揭晓 这里是浙江卫视 2018大型音乐 猜评推理节目 一口同声 唱到心里 白到基底 一口同声 用心聆听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焕 然后我们欢迎一下 明星猜评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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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欢迎赵夜 郭子昱 江头 刘凡 欢迎现场一百位 参观众成员 和电视机程的您 感谢您收看 我们《伯莱雅》一口同声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 原唱歌手到底是谁呢 很多人说他是乐坛的天使 因为只要他一出场 就会看到一双隐形的翅膀 唱到心里白到基底 欢迎张晓鸥 他外表娇小柔弱 却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 他音域宽广 歌路多变 有童真的欢乐 恋爱的甜蜜 也有享恶行语的高音 他出道十七年 始终挥舞着隐形的翅膀 我一直 坚定执着地在音乐的天空翱翔 他就是梦想和力量的代言人 张绍涵 很多朋友说听过我的歌 也有很多朋友说会模仿我 但是模仿的到底像不像呢 不知道 也许真的有模仿像的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一百百百百百相反 张杉涵老师我们来拍张照 上岸 这边有认识的老朋友吗 刘维 其实我跟他试讯过 对 我俩是网友 我们是网友 我们是网友 对 我还去看他的演唱会 他在演唱会上 他是说过我的名字 我好激动 对 天啊 宇哥也是乐坛前辈 对 前辈 前辈的老师 其实我们之前没有碰过 但是因为我都有他的专辑 那张宇你有买他的专辑吗 我没有买他的专辑 这样你对得起人家 但是我告诉你 我有一次 他的一首歌曲 他那时候隐形的刺网那首歌曲 折磨了我大概一个晚上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学校 他有一个比赛 他需要用到这首歌曲 所以这首歌曲 我大概剪了一个晚上 所以我对这首歌曲 遼落迟早 OK 唱到哪一句是几分几秒 我都搞得清楚 我告诉你 那老师今天能认得出来吗 开玩笑 我闭着眼睛 我都握起来都可以认得出来 那我们听一下 国伦老师对于邵涵的 点评和认识好不好 国伦老师 我觉得他有很强大的力量 就是他声音非常有力量 而且我觉得他一直有一张隐形的翅膀 其实我们都看得到你的翅膀 并没有隐形 就是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跟力量的一个代言人 他的歌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很棒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那位很鲜的女孩 她叫冯提莫 哈啰 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就是我是你的粉丝 然后特别特别喜欢你 谢谢 然后我直播就是天天都会唱你的歌 真的 对 他们都知道 所以你对我的声音一定非常地熟悉 就是他们会说我像你的声音吗 我会说真的吗 然后就特别高兴就会来模仿你唱歌这样 他说他很喜欢你 对 他说他是你的粉丝 对 提莫 我们在这里 因为你的偶像也来了 对不对 因为他平时在直播里面真的是唱你的歌 谢谢 我们就要给他一个环节 来验证这一切 让他待会儿到我们的敬眼门背后 好 好 好 而且他是参与整个的一轮的参赛 如果分数低的话 那就没有资格坐在那边了 我们就要坐到后面第二 第二排那边有一个空位 如果你在接下来的第一轮当中 你成为几个磨唱歌手当中 最厉害的那一位 我们给他一个跟你合唱的机会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会加油的 加油 加油 好 谢谢 期待你的表现 在这里我要特别跟少汉说一下 我听我们的交唱老师说 今天这一期节目 所有的磨唱歌手 是每次录影当中最像的 每次录影当中最像的 哦 好期待哦 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 是一种压力还是别的 我还好 少汉 之前来了好多歌手 都觉得听到这样的话 都觉得不可能 不会有人像我 但是一轮两轮之后 你就会发觉 很多人的分数都比你高 哎呦 你要有心理准备 好的 但是你知道 宇哥是参加过我们类似节目的 对不对 之前上过那个谁是大哥神 所以你有什么经验 可以告诉我们的少汉吗 哦 基本上不要唱太好 你尽量把你的分数 大概维持到三分到四分左右 再高就不行了 少汉 你知道吗 不要听他的 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例子 因为他拿过 所有原唱歌手最低的票 六票 我今天看到了你 我看到了希望 我相信你应该 突破我的最低分数 哦 这肯定肯定的 好 唱到心里 白到基底 一口同声 用心聆听 马上进入第一环节 寻找原唱 首先有请少汉给我们来公布 首先有请少汉给我们来公布 第一首歌的静言曲目 好 第一首歌是 欧若拉 哇 哇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喜欢的语言 看过去找不思议的爱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成熟的语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 哇 中国top排行榜年度金曲 提摩你怎么刚才就开始在练了 对吧 我也跟着在唱啊 跟着演唱 我们有请冯提摩 我们的张绍涵 到我们的敬眼门后 就位 第一环节将会分为两轮进行敬眼 第一轮考核快歌 第二轮考核的是慢歌 每一轮分别会选出一位最佳魔唱选手 进行下一环节的敬眼 本轮第一首歌敬眼 开始 神秘被遇见 阿拉斯在身边 谁的脸 出现海角的天边 无人的瞬间 在那遥远的地点 我看见 连人幸福的光点 灵魂在出唤 唱着古老 陌生熟悉的歌谣 天空在微笑 我的世界 缤纷闪耀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奇幻的语言 赶快去找肆意的爱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传说的语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 只有一张眼 以为你爱的观念 我相信 未来其实并不远 空气的眼泪 是喜爱的赞美 是因为 有你能辗职高飞 灵魂在召唤 唱着古老 陌生熟悉的歌谣 天空在微笑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爱是一道光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奇幻的语言 赶快去找肆意的爱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传说的语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 红尘黄绿蓝 五彩的欧罗 爱就在心中 相信就会存在 红尘黄绿蓝 美丽的欧罗 爱就在心中 相信就是永远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奇幻的语言 赶快去找肆意的爱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传说的语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 红尘黄绿蓝 五彩的欧罗 爱就在心中 相信就会存在 红尘黄绿蓝 美丽的欧罗 爱就在心中 相信就是永远 四位张绍涵 到底哪扇静眼门 背后是张绍涵本人呢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现场 一百位菜篇团的成员 拿起你的投票信 投给你认为 是张绍涵本人相应的 静眼门号投票 开始 张绍涵到底在几号门背后 抓紧时间投票 五四三二一 投票结束 太像了对不对 好 先问一下卫逊 最后一刻才投完 你 你的选择 我没投 我没投 对 我觉得好像不在里边 确定吗 完了 听听那个声音 明明刚才就在里面 你想想看 我怎么可能来了 还不在里面 因为之前很多歌手都来了 都不在里面 对 但我在里面 那你敢说你在里面的几号吗 我这里看不到 你们看得到 这么诚实的张绍涵 宇哥 其实非常的好猜 真的 一点都不难 一首一句一句唱出来 我就知道一定是三号 绝对没有错 而且你知道 三号的声音最亮 因为我觉得 张绍涵最厉害的 就是声音很亮 他的频率 在3K到4K的左右 非常突出 很亮 但是四号 我觉得是冯提莫 刘威 你觉得冯提莫在哪 我觉得冯提莫 我说实话 我也没听出来冯提莫在哪 好 但是没有猜出冯提莫在哪里 这恰恰说明 他的声线 跟张绍涵非常的像 他这一次真的有骗到我们 真的 因为他真的是张绍涵的粉丝 他在直播里面 真的每天都在唱 张绍涵的歌曲 真的 所以待会也要期待一下 冯提莫 他会不会在这一轮当中获胜 获胜的话 好 接下来我们一号门 二号门 三号门 和四号门 请同时出演 一号门 五票 冯提莫五票 喂 好 我们看到一号门 只有五票 九十九个人 当中五个人认为 他就是张绍涵本人 我们来看看一号门背后 到底是谁 一号门 请开门 好 好 是我们的磨唱选手 我们来看张绍涵到底在几号门的背后呢 请开门 我们来看张绍涵到底在几号门的背后呢 请开门 请开门 有请张绍涵和我们的一号门唱选手 谁猜对了呀 我 哎呀 这一轮不得了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魏徐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票啊 在本轮歌曲演唱前 张绍涵和四尼磨唱选手 在经演门后 分别抽取柏拉雅美白星光屏 来决定由哪四位进行演唱 对 我们要把他赌声送给整个市场 但我们要把他赌声送给他 也不得了 让我们再赌钱 你会赌钱 你会赌钱 我们要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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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独行 好厉害啊你 好厉害 真的很厉害 就我听了很久我就觉得 没有张上涵的那种 就是特别的地方 全场一百位 九十九位 因为题目在里面 九十九位 只有魏勋一个人猜对 这郭敦老师颜面何存啊 真的 郭敦老师 还好啊 我们蛮习惯的 好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位朋友 好吗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珊珊 来自福建福州 今年二十三岁 然后现在的职业呢 是一名歌手 再次我们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张珊珊 谢谢她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好 休息一下 我觉得邵涵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自信的歌手 她已经在听完 二 三 四 三位磨唱歌手 她们的声音以后 她觉得自己的声线 依然是独一无二的 待会到门后 问你的分数第一点怎么办 没关系啊 反正其他老师也猜不到 只有一个人猜到而已啊 我没差 前辈们都猜不到 好 邵涵 就是有一个家伙叫冯提莫 OK 他还真的蛮像你的哦 对 真的 他很厉害 因为我们以为他是五票那一个 但是他不是 所以显然他现在混在这三个里面 表示他的实力还蛮强 就是他的音质还是算是像的 只是有一些细节 那邵涵你来猜一下 你觉得冯提莫在哪个门背后 二 三 四 好难哦 你猜一下 我觉得呀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三号 三号 好 真的吗 你们也觉得 天空在微笑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哇 好像你们是导演一样 你们都知道冯提莫在几号楼 对对 是说的对 但后来等期末他自己出来 看看你们之间有没有这个默契 OK 好不好 不公布哦 没有要公布冯提莫在哪里 不行 不公布 这是选择 因为照规矩他是不用出来的 因为他如果拿到这一环节的 我们的这个胜出的磨唱的话 他就有机会跟邵涵一起合唱 要不然就没有了 我们是很公平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公布 马上进演的是第二首曲子 给我们来公布曲目 预言 就会跟邵涵溢 好 好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邵涵到敬严门后 就位 本轮第二首歌敬演开始 i don't care 我站在心中碍落面前 阅读我下一个画面 往上去马上 不管一路都危险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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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同伴伴的爱情 却不想难言的绝对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转身解惠 每一天 还是学会打发时间 飞得高一点 做我自己最特别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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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世间的差别 你这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 就像是一眼里七月看过这一天 我想追追去完美的世界 我期待同伴伴的爱情 却不像那样的绝对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转身解惠 每一天 还是学会打发时间 飞得高一点 做我自己最特别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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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世间的差别 你这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 就像是一眼里七月看过这一天 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 我要飞 飞得很高很远在我的世界 音乐就先到这里 就要邀请我们现场 99位猜评团成员进行投票了 投给你认为是张绍涵本人相应的号码 投票开始 张绍涵到底在几号们的背后呢 做出自己的选择 抓紧时间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六位 张绍涵唱的那么好 我怎么能不知道 四号门 四号门的后面一定就是他 我特别希望听到你下半句 来 四号门 来 三二一 三二 四号门的后面他正在舞蹈 他正在跳轮巴桑巴 对 少涵 少涵 你是不是在四号门 对 我在跳轮巴 和那个 在跳 Riggy 我跟你讲 真的四号门在唱的时候 这一次我完全没有纠结 真的四号门唱的时候 就从那个麦克风的大小声 我都感受到四号应该是个明星 哎呀 你确定刘维 当然 其实一二三号唱得也非常的棒 其实我当时也纠结了非常久 好的 回去 我觉得在一号 A段的地方 因为是属于一个中低音区 所以 少涵的那个音色体现的不是特别 特别的明显 而且二三四号在中音区 其实唱的也还可以 然后在副歌的地方 特别是尾部的那个语气 我觉得一号出来了 有频率的颤音 就是很有频率 但是又不刺耳 又恰到好处 我觉得今天卫星讲话好有底气了 自从第一轮只有你猜对之后 但我觉得你是错的 我跟张宇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我们选择最不像的三号 因为我们觉得 张绍涵 他其实性格是调皮的 他不会这么容易的就让我们猜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套路在 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蒙蔽我们 张绍涵有一种气质叫公主 但是他唱起歌来叫公主的沙野 他唱歌有一种沙野的那种气场跟 我站在心中爱冷面前 阅读我下一个画面 好 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结果了 张绍涵到底在哪里 音乐还会响起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答案自然揭晓 好 坚定自己的答案 真大自己的眼睛 音乐 继续 我管到这条热闹的街 大阳晒得我有点累 我管到这条热闹的街 大阳晒得我有点累 奇怪最近我爱随随你 但又觉得 I don't care 我正在心中爱冷面前 阅读我下一个画面 我想去冒险 不管一路都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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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 却不像那么的绝对 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 却不像那么的绝对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想要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转身最悔每一天 还是学会带发时间 或者高一点 做我自己最特别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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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世间的差别 你这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 就像是一夜流泪七月看过这一天 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 我要飞 飞得很高很远在我的世界 我体验每一个感觉 我的自由 我体验每一个感觉 我的自由 就像是一夜流泪七月看过这一天 我想追追寻完美的世界 我还要飞 飞得很高很远在我的 很高很远在我的 很高很远在我的 很高很远在我的世界 就像是一夜再特别 静楽 我想问一下 consistency 因为你是直接参与进去 有听到其他三位磨唱选手的演唱 对 你觉得这一轮你的票数如何 一百票里面你预测一下 我应该挺高的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冯提莫 我刚开始紧张 了 感觉没有唱好 我自己都感觉不是很像 提莫 我给你保证 你绝对有两票 那就够了 足够了 不丢脸 这两票是顶尖音乐人的两票 足够了 好 所以接下来 马上要公布各位的票数了 有请四位回到静言门口就位 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 一号门 二号门 请出票 一号门 二十二票 二号 二十七票 一号门和二号门加起来是四十九票 我们的邵涵和提莫 要分享剩下的一半 好 三号门和四号门请出票 我的妈呀 太高了 张绍涵四十三票 冯提莫 六票 来 掌声鼓励一下冯提莫 提莫 要哭了 要哭了 提莫 看一下 提莫 你不要太难过 你第一轮是不是也在四号 第二轮是真的有在四号 但是四号你的分数很高 就表示你也很像 你模仿很像 我觉得应该也是友情票吧 大家的 你的友情最多也只有两三票而已 她来上节目之前就跟我们说 张绍涵来 我很想跟她合唱一首 好 剩下的时间交给你 好 然后我要对绍涵表白 然后就是 我喜欢你 就是你伴随着我的 就是一直以来的 生活 然后还有工作 我都是唱你的歌 然后你也给了我动力 然后就是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 我都听你的歌 所以我就觉得 特别的有动力继续下去 谢谢 谢谢 我终于疼到 所有奔向的海话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想 用心凝望不害怕 到底会有风筝 我觉得她很好 我想留下她 可以吗 我觉得拥抱就够了 不能留下她吗 感动 别哭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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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拥抱太开心了 可以留下她吗 她好可爱 我也不知道 就看到了 我像太激动了 从来没有过这样 真的 她只有在我面前哭过 哇 是怎样 是怎样 真的 有时候一滴眼泪胜过千言万语 我相信绍涵应该被打动 所以这个机会还给她吗 我给 你给 我真的给 真的吗 对 我们掌声送给二位 谢谢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可以看到合唱 最重要的是 也帮提莫圆了这样一个梦想 谢谢 好 你们想合唱什么歌曲呢 我想合唱一首《灵狱一直走》 可以吗 太好了 来吧 掌声 有请阿瑞 会唱吗 好吗 大声一点 哦 也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痛 有力瞬在哄不停 雨破镜眼里看不清 是几书狂飙 牵我一身的泥泥 我决定我想去哪里 我天堂要跳过地狱 也不恐惧 不逃避 这不是脾气 是所谓知己 与勇气 你能推我下悬崖 我能识会飞行 你从不听 谁的命令 很独立 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理 铃鱼一直走 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 哦哦 人都会不会别怕痛 铃鱼一直走 是到阳光就该暖火 人都应该有梦 哦哦 要梦就别怕痛 谢谢 谢谢二位 说真的 我们两个没有 没有踩台排过这一段 对 完全没有 感觉好有默契 那这一刻应该被纪念下来 对不对 沙涵老师 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 OK 因为我觉得 这一刻特别难得 来 我给你们拍 对 对 我们 来 刘伟 等一下 怎么样 指纹锁你得解一下 我开不开 来 好了 看看 谢谢 谢谢 这手机拍得特别漂亮 还是用AI智慧美颜拍出来的 好 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配合 我们想做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题目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本轮的第三首歌的敬演 好 请过我们来公布曲目 好 这首歌我很久没有唱过了 然后我最近一直听到 好多朋友希望我可以唱它 《香水百合》 香水百合 请在表演一场 感动世界 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 让我不在你手心 香水百合 看哨涵的这个MV 看到你的笑容 一天都是好心情 有没有 谢谢 刘伟 他之前私底下跟我沟通的时候 他说他很喜欢你 然后他很喜欢你一些奇奇怪怪的歌 不是奇奇怪怪 我没有说奇奇怪怪 我就说很多人 可能喜欢都是隐形的翅膀 但是我的启蒙歌是那一首 哪一首 爱是彩色汤一包中却没阴阳的 要要 要要 爱是彩色汤一包中却没阴阳的 要要 真的 这首歌是我的启蒙歌曲 真的 我就说太喜欢了 而且那个颜色就是也非常的棒 我就太喜欢了 谢谢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听到 就包括香水百合也是 那个时候广告歌 我每天都看电视 香水百合 反正我就说 没有搓澡了 我就说好美 都是一张专辑的 对 谢谢 所以其实他内心也注着一个俏皮的刘伟 对 我觉得搞不好他进去可以模仿 我这个有可能的 有可能 安心一道光 可以了 打住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邵涵 一会儿给我们带来香水百合 好 好不好 有请就位 第三首歌 静眼开始 下面进入 VIVO非凡对战 满满 沉淡的风 蝴蝶也恋爱了 花开明亮起来 穿搬 我的love love 绚浪色彩 谁进球里快快 现实 发出光芒 你的心都如辣 魔幻水果酸酸甜甜 美丽无限 跟我一起出发 像水百合 青菜表演衣裳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 让我捧在你手心上 暖暖春天的风 蝴蝶也恋爱了 花开明亮起来 装扮我的love love 绚烂色彩 水晶球里快快现实 发出光芒 你的心都如辣 魔幻水果酸酸甜甜 美丽无限 跟我一起出发 像水百合 青菜表演衣裳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 让我捧在你手心上 好 请我们各位参谈团队 进行投票 投给你认为是张绍涵 本人相应的敬演门号 投票开始 抓紧时间投票 张绍涵到底在几号门的背后呢 一共是一 二 三 三扇门 做出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像水百合 青菜表演衣裳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像水百合 青菜表演衣裳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 让我捧在你手心上 明亮天空在发光 低分色彩的飞翔 不可思议的注定 二十七秒的天堂 味道死女生的安排 动人顺利在歌唱 爱梅不明的体验 爱闪闪在发凉 像水百合 青菜表演衣裳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 让我捧在你手心上 像水百合 青菜表演衣裳 感动世界大声说出情话 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 等爱出现 美丽无限青春花样 谢谢 谢谢三位 来 有请 这首歌真的好难猜 这个真的难猜 难吗 对 我们好得多 好难 很痛苦 先问一下题目 刚刚还痛哭流涕 马上进入到这种欢快的氛围当中 你猜对了吗 因为我要帮着少涵 然后迷惑大家 所以我跟他们说 三号 你自己赢 你迷惑我们 你赢 我也选了三号 对 你把自己都迷惑了 题目 你真的对不起我 因为我本来选的是二号 虽然不对 但是也没有像三号离一号那么远 张绍涵在一号 但是我们这边的人只有一个人选对是一号的 他是谁 就是马松 这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所以他选 所以张绍涵你如果是在一号 你也不见得是个很光荣的事情 因为马松是我们这里面的人 最没有任何音乐素养的人 所以 少涵记得 马松选哪里 赶快离开那个号码 我有希望了 有人可以破我的记录 言之过早 虽然我们第一排呢 只有我们的 黑洞马松选择了你 但是谁知道我们后面其他的 我们裁品团的各位成员呢 对不对 来 我们问一下二盘 有不同的答案吗 有人选择少涵的 拿起话筒 都放下了 接下来接下来有个悬念 因为在上一轮当中 少涵是最高票 43票 对吧 这一轮当中 从目前的采访来看 好像票数不尽如人意 没关系 反正我还有张雨大哥在那边垫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结果 有请三位回到静言门口就位 首先我们要来公布的是 张绍涵所在的一号门 我们直接来看 张绍涵会获得多少票呢 来 一号门请出票 25票 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的是 我们的二号和三号 二号和三号之间呢 票数相对低的那一位 将会止步于此 而另外一位将会获得 我们柏莱雅星光合唱的机会 马上来公布二号门和三号门 请同时出票 二号 三号二十三票 来 有请三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在这一轮即将离开舞台的 我身边就位朋友 来跟大家认识一下 哈喽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董雪 来自河北秦皇岛 这一轮二十三票 觉得遗憾吗 挺遗憾的 我还想再跟少涵再唱歌 因为我终于捐到真人了 就我这辈子 我的妈呀 太不容易了 来 见到真人 太不容易了 真的 形容一下 真人的感受 真人的感受 比我想象的要没很多 我希望今天晚上我在做梦 我这个梦 一直会在循环循环循环 我们少涵 谢谢 在这里我们要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董雪 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52票的这位朋友 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郑丹妮 今年二十一岁 来自福建 对 然后现在就读于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 丁智希 再次要恭喜我们的郑丹妮 因为她有机会 去跟我们的张绍涵 获得柏莱雅星光合唱 好 先稍作片刻好吗 郑丹妮 来 坐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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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兰雅的亮白舞 那怎么样 我好想看 我现在编 亮白舞 不见不见 来看我们的亮白舞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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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马上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二轮的禁演 OK 来 有请我们的邵汉 给我们来公布第二轮禁演的第一首曲目是 《隐形的翅膀》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想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筹飞多远吧 年度最佳金曲 这首歌其实到现在 大家对它的理解不光是一首歌了 它变成了一种现象 一种励志的情怀在里面 谢谢 谢谢各位 而且呢在09年的时候 北京高考语文做文题 就是《隐形的翅膀》 谢谢 当时你有听到过这个新闻吗 有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 就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就怎么可能这样子 我当时原来 以歌手的身份 我觉得 我只要开心地唱歌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后来 我发现原来 音乐有另外一种含义 到现在我还一直一直地保持着 就是每一次出专辑 我都尽量是去选择一些 很正能量的歌 因为它感动我的同时 我相信它也可以感动别人 因为好的音乐不是给你带来三到五分钟短暂的一个享受 它可能会影响你之后的生活 对 现场有因为这首歌而改变自己生活和态度的吗 有吗 好 紫玉 来 说说你的故事 因为我之前是一名舞者 然后平时练功特别不小心 然后把自己的脖子摔断了 然后 这么严重吗 对 断了三节 现在里面还有钢钉 是脖子后面吗 对 脖子三四五三节 然后压缩粉碎性骨折 现在还有钢钉在里面 对 然后一辈子取不了了 从胯上取的骨头放在上面 然后 当时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家长 就是家里还有没有其他孩子 然后说我可能就是站不起来了 因为当时说我有可能要不就是脑死亡 要不就是半身不随 因为伤的是特别严重 然后那时候电视就会经常放老师的歌曲 然后那时候就会经常听这《隐形翅膀》这首歌 然后手术过后两个星期 然后奇异出现了 我又站了起来 对 从那时候起 我就觉得我身后也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一直在保护着我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我觉得隐形的翅膀在配合子玉 你看他这样子一段精密 我觉得这个翅膀可能是真的有力量 他原来只是躺着 现在有了翅膀以后 他可以站起来了 又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 对 加油 紫月 加油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 会遇到很多挫折和阻碍 但是一定要相信自己 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当我们正式高飞的时候 就是最闪耀的一刻 就像我们的柏莱雅美白星光屏一样 一样的闪耀 一样的星光翼翼 好了 有请张绍涵到静眼门内就位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静眼 而静眼门背后是全新的三位磨唱歌手 第一首歌静眼 开始 希望今天你们都可以加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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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唱得很顺 好 好 走吧 走 Hearing 自己的感觉 幸对 Replik 每次都在徘徊 students 看触 cosas 她在彰徊一刻 每一次 都在徘徊在 required 孤单中检查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也不number 出了这种ено i will say 每一次 都在徘徊的双隐形中检查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累光 每一次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标过 在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绝望 不去向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漂亮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不去向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让梦很久比天长 有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想 谢谢 隐形的翅膀 特别是最后一句 其实是具有迷惑性的 四个灯同时亮起 但只有一个声音 他到底是谁的呢 自己去判断 各位 拿起投票器 投给你认为是张绍涵本人声音 相应的门号 投票开始 绍涵 他在几号敬眼门背后呢 投票结束 来 问一下宇哥 这个真的是送分题 我有点不太高兴 太简单了 真正的张绍涵 其实就是在四号 他画成灰都很难不被辨认出来 我想问一下江鹏 你的选择 我刚才听到 后面有人说这是一道送命题 送命题 这么严重 我也觉得是 那个叫送分题 这个叫送分题 吓死我 就是送命题 因为我刚才其实一直都想看看 题目他选的什么 那你看到了吗 没有 所以我选择了四号 好 我们问一下题目 这就是一道送分题 一听就听出来了 就是四号 就唱得特别的风轻云淡 然后呢 特别的自然的感觉 虽然这首歌叫隐形的翅膀 但是张绍涵老师并不能隐形 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白 白 他的那种白就像用了我们柏莱雅 美白星光屏 涂在手上的那种白皙 好 现场感受一下 你看 就是这种白 所以我刚才啊 就看那个一号唱歌的时候不白 二号不白 三号不白 到四号 哇 好白 哎 让我想到一首歌 什么歌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只我们想要的未来 哇 有没有 有有有有 我觉得白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特色是星光 就是南扇门能够闪耀出星光的特色 因为你知道张绍涵他身躯娇小 但是他的力量强大 有能量 他气场很强 而且很有劲 所以他出道到现在 就是星光闪亮 嗯 他就是非常神采意义 所以我觉得刚刚听起来 最有星光闪亮的人 是四号 好 刚才好多人都选择四号 四号到底会获得多少票呢 有请一二三 四号们同时出票 哇 哇 哇 四号们你的票数不高 一百票只获得了八十二票 哇 哇 这个真的是比分太悬殊了 大家就这么坚信四号就是张绍涵吗 坚信 我们直接来看一号门背后到底是谁 好吧 一号请开门 好 好 是我们的磨唱歌手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公布张绍涵 他到底在哪里呢 张绍涵 请开门 好 是我们的磨唱歌手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公布张绍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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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分题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大家好 我叫马月 是一名郑州土著 今年二十三岁 现在是一名音乐老师 你教的学生应该年龄不大吧 我看你很快乐的样子 对 我一般是教小孩子 最大的应该是十四岁了 最小的只有四岁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你的歌 我说老师你挑的歌真好听 我是把这种老是小学生我听的歌 我 了解 高气 好喜欢 空气突然安静了 安静了一会儿 安静了一会儿 我在想当那个邵涵听到说 你在小学听他的歌 我有什么心情 这个还好 像我都是人家听到 我妈妈小时候五年级的时候 听你的歌的时候 上海我发觉你的模仿者 都有一个特质 第一位淘汰的 他第一个他讲话也声音很大声 对 而且他声音很洪亮 对 而且很花躁 不是 就是非常的健谈 很健谈 好 谢谢马月马老师 好不客气 希望后面的选手可以继续加油 我这句话说都不合是吗 合适 谢谢 谢谢 快乐的老师谢谢你 谢谢 再见 马月 拜拜 那少涵你是不是很多歌迷 都是像他这样的 就是很快乐开心那种 对我觉得 都是蛮开心的人 有请我们的少涵 跟我们来公布本轮第二首静言曲目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 那爱情做得很透明 这首歌的旋律怎么有一种魔性 就感觉你听完以后 你完全会沉浸在你的音乐里面 被你深深地吸引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沉浸到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曲当中 有请绍涵就位 本轮第二首歌曲禁言开始 有你告白的声音 动作一直很轻 微笑看你搜完心 转身离开的背影 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 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 有你在的地方 我总感觉很过心 日子像旋转木马 在脑汗里传不停 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你说过前那首就算约定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行 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行 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 太美的沉默因为太年轻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精灵出错了层灵 那爱情做得很透明 好 请我们现场100位裁判断声员 请你投票 投给你认为是张绍涵本人声音相应的号码 投票 开始 请做出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投票结束 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 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 有你在的地方 我总感觉很陌生 十字像旋转木马 在脑海里转不停 十字像旋转木马 在脑海里转不停 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你说过牵的手就算约定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游戏 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 太美的沉默 以为太年轻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金铃住错了森林 那爱情做得很通灵 太美的沉默 以为太年轻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金铃住错了森林 那爱情做得很通灵 谢谢 好听到心脏都在灿 太好听了 而且这一首歌说实话会有难度 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容易去分别 来 我们来问问各位 你们的选择正确了没有 对了 哦 二号 有受那个马松的影响吗 没有没有 这一次我割了一道墙 这一次我割了一道墙 决裂了对吧 对决裂了对 然后我就选对了二号 选对了二号 那马松 我觉得我跟张少汗很有缘分 你知道我这个节目啊 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我一手猜不对 但是今天你来我已经两道题了 我已经走出黑洞了 这题又对了 对 二号 二号 不得了 马松走出黑洞 就是我们进入黑洞的时候 还是要决裂滑行界限 不 我觉得马松如果走出黑洞 那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马松也有引擎的翅膀 对不对 没错啊 这一轮的确不好猜 因为另外两个模上真的很像 那题目你猜对了没有 我肯定猜对了 因为就是辨识度太高了 少汗老师 二号一听那就是他的声音 少汗的声音自然就有一种 很空灵的那种美感 这么多人模仿他 但是要想不认出他来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那是有非常特殊的一种特质 在里面 你如果用了这个柏来牙美白星光屏 自然而然就会闪闪发亮 在人群中一眼不看到你 都很难 我觉得少汗老师是唯一最不同的 就是他在合唱的时候 特别能听出来这个声音 因为他在合唱的时候 是毫无保留的合唱 因为他感觉大家都在唱 他就完全放开了自己 整个在演唱会的水准 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 少汗厉害了 而且参加我们节目都已经拿出了演唱会的水准了 而且我听老师在训练他们的时候说他们训练很久 很努力了 对 很努力 谢谢你们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结果了 有请三位回到庆檐门前就位 从目前的采访来看 少汗应该会得高票 之前少汗最高票是得达到了82票 少汗有信心吗 在这一轮当中超过82票 不知道耶 试试看 82票据我所知也应该是历史最高票 最高了 是吗 历史最高票了 好 你创造了历史 跟我们的宇哥一样 两个极端 我跟他是永远没有办法相逢的 我们就像牛郎与织女一样 不过章语 没关系 只要用波莱雅美白星光饼这瓶送给你 你就可以牛郎织女就可以靠得近的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少汗会得多少分呢 三扇门同时出票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少汗会得多少分呢 三扇门同时出票 自己看85票 再创历史 谢谢 谢谢 1号5票 3号10票 来 有请三位 真是啊 没有想不到的事情 绍涵 你拿到这个分数 跟开的门帐有什么差别 真的 我觉得太高了 这个分数 不得了 不得了 85票 恭喜张绍涵 也要谢谢我们现场100位菜品团的成员 少汗的声音果然是独一无二的 大家一下子就能猜中 当然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就是我们的1号这位朋友 要离开我们的舞台了 来 让大家认识一下你 大家好 我是乔小雨 来自辽宁大连 现在在北京的中国音乐学院就读 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你看来参加我们节目的都是高材人 而且是音乐方面的 喜欢少汗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吧 我的小学毕业典礼还是唱的 您的那个《梦里花》特别的励志 08年的时候 刚出07年年末出的这个专辑 然后08年就唱的这个歌 你是怎么长的 你小学唱少汗的歌现在长得 少汗的歌比较有动力嘛 就是促使我茁壮成长就长这么高了 就非常有动力 就充满力 不得了 那为什么我没有长高 你听的时机不对 你听的时候啊 发育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要早点听少汗的歌 就可以长高个 对不对 那可以问一下你小学的时候听谁的歌吗 小学啊 张老师 听我的歌头会变大我告诉你 听歌的时机真的太重要了 今天虽然得到了五票离开 但是我发现 跟少汗这期节目当中 所有离开的这个我们的魔传选手 都是带着微笑带着开心走的 继续加油继续听歌 长到一米九的时候 再来参加我们节目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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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你了 给她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陈思思 我来自重庆 然后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歌手 同样的问题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少汗的呢 高中 荒废了最应该长歌的那几年呢 虽然票数不高 但是沉寂显而易见 你将有机会和我们的少汗 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柏莱雅星光合场 但是那边还有一位静敌 现在就开始放光了两眼 一起来 表情 经过上一环节的经验呢 每一轮都找到了一位和我们张绍涵声音 极为接近的磨唱选手 让我们再次恭喜第一轮最佳磨唱 我们的郑丹妮 第二轮最佳磨唱陈思思 今天机会就在我们面前了 撂一句狠话给对方 加油 我好狠 太狠了 再狠一点 你唱得很好 好 可以了够了够了够了 还是我来合唱吧 唱到心里白的基地 异口同声用心聆听 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环节 猜猜我是谁 在这个环节 所以有请我们的少汉给我们来公布曲目 遗失的美好 好 那接下来有请三位到我们的敬眼门内 就位 下面进入Vivo非凡对战 掌声响起 一起来听遗失的美好 爱的思念绵延不却 终于河天在地平线交汇 爱 如果走得够远 爱 如果走得够远 应该也会更幸福相见 承诺长长很像蝴蝶 美丽的飞 盘旋然后不见 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 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想寻找我 一路想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 就用你我我的手摸掉 最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逃 只一起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宣读长长很像蝴蝶 美丽的飞 盘旋然后不见 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 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 就用你摸过的手摸掉 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只一心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在最开始的那一秒 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 虽然命运爱开玩笑 真心会和真心意到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 就用你摸过的手摸掉 最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只一心寻找我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我发现这首歌高音的频率 与大家都是一样的 显然给你们带来一定的难度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一百位赛兵团成员 拿起投票器投给你认为是张绍涵本人声音相应的号码 投票开始 张绍涵到底在几号门的背后呢 五 四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卫寻 你怎么了 你咋的啦 我觉得你一个人在那抠着乐是什么原因 是你 没有 我觉得 他不在里面 这真是一个惊喜的答案 我觉得他在 应该在二号 你选的是二号 对 三号绝对不是的 然后开始我会在一号二号中间选择一个 然后我就仔细听一号和三号唱的时候 二号和三号唱的时候 但是我发现还是二号更 音色还有他的那个味道更明显一点 好的 六位 哎呀 这几个杂证啊 太明显了 遗失的美好 但遗失不掉的是张绍涵美妙的歌声 你咋变诗 我今天怎么那么优秀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 我就眼看着二号打开 张绍涵在里面 美丽地唱着这一首歌 哎 音哟 二号是张绍涵 提莫 当然是二号 因为有的人说不清他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代替不了 哦呦 冯提莫 你好厉害啊 真爱 真爱 张绍涵老师就是没有办法代替 别人模仿不了他的声音 这一听就是他这个 对 这一集让我看到了你们身上的内涵 我不理解 你们之前为什么都没有这个水平 说实在身为顶尖音乐人 我觉得一二三号都唱得很好 都很像 但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今天的猜评团 会这么的一面倒 就把张绍涵猜出来 你们怎么可能听得出来呢 觉得我们不配 什么意思啊 因为以前我们已经录这么多起 你们没有这种水准啊 刘维 是以前不配 今天怎么会超常发挥到一致的水准 是因为张绍涵 有极高的水准 你是不是也是从小学就听他 我我从幼儿园就去 哇 大家很好 果伦老师对于声音的辨别 真的很厉害 就像我们的Vivo X21 AI智慧拍照一样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来 我们看看后面 我反而觉得是一号 哦 理由 其实我刚刚吸引的印象是 一号是绍涵老师 二号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 三号是那个矮的黑头发的女孩子 就一个是小学厅 一个是高中厅 对 我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不对 我估计今天就保养 我是觉得一号和二号是最像的 他们的节奏 还有他们的稳定度都差不多 那个红裙子的女孩子 她的声音会稍微的甜美一点 所以我觉得二号是那个红裙子 一号是张绍涵老师 好 你们两个都选择了一号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公布 三善门他们分别的票数 我们首先看的是一号 一号们会获得多少票呢 一号们请出票 谢谢 一号 监督 撤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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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公布 三扇门他们分别的票数 我们首先看的是一号 一号们会获得多少票呢 一号们请出票 42票 不会吧 这么高的票 别急啊 这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第一排只有马松 一个人选了一号 结果有42票 有品位啊 各位有品位 开门以后才知道有没有品位 接下来我们二号们和三号们同时出票 来 请出票 更出乎意料 原来绝对高票在二号门 55票 首先我们要打开的是三号门 因为他获得的是这一轮当中最低的票数 我们看背后到底是谁 三号门 请开门 好 是我们的磨唱歌手 再次谢谢我们的思思 有请落座 谢谢你 那接下来马上要揭晓迷迭了 我们的张绍涵本人到底在哪一扇门背后呢 那接下来马上要揭晓迷迭了 我们的张绍涵本人到底在哪一扇门背后呢 那接下来马上要揭晓迷迭了 那接下来马上要揭晓迷迭了 这篇门前 nickle 燜ик 这一轮最高票的二号门55票 掌声送给张绍涵 也有请我们一号的磨唱歌手 这一轮表现同样出彩 获得了42票 来 有请二位 丹妮 这一轮表现真的不错 42票 一开始我们还被吓到说 怎么会有42票 已经非常高的票数了 对 很厉害 现在你已经获得了 柏拉雅 星光合唱的机会 唱到心里 白大吉林 柏拉雅 星光被搬给 最闪耀的你 丹妮 恭喜最佳魔唱 郑丹妮 有请雨哥 搬上奖杯 好 掌声祝福丹妮 接下来要合唱了 先把奖杯替你代位保管一下 好不好 合唱的曲目也有请我们的 邵涵给我们来公布一下 梦里花 总装的歌 最佳的地道 好 掌声祝福丹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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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售纯白的玫瑰花 盛开在琥珀色月牙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天空透露着微光 照亮虚无迷惘 在残缘废墟之中 寻找唯一梦想 古老的局势深乡 守护神秘时光 清澈的蓝色河流 只影着是方向 穿越过风沙 划破了手掌 肩并着希望去闯 唯一成白的玻璃花 盛开在琥珀色圈牙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穿越千年的十八华 刻画着永恒的天堂 静静失去满足 全身倒霜 我从不全身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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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特别简单了 他们在合唱的时候 本节目音频内容 信息网络传播权 由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独家享有 感谢腾讯视频 爱奇艺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今日头条 蓝天下 中国蓝TV 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页娱乐 中国网娱乐频道 中国青年网 360娱乐 360导航 千龙网 唱八移动资讯软件ZAKER QQ兴趣部落 对本节目的大支持 我支持二号 一号 陈丽到底在几号门呢 你的青春之宜中 有他们吗 集团的吗 集团的吗 集团出现 看在你的墙 我觉得光亮今天不好摸 我妈呀 被三个不是自己的人 直接逃走 大型音乐餐评 推理节目 好难啊 这一轮 一口同声 震撼播出 新开场